这些善知识 视线来 让我们学习的对象 人天福天 第四念天 只要好好的皈依慈戒 毕竟来世升天 那我们愿往生都算内缘 愿往生诸佛净土 例如念戒 所以我们要用戒律来净化我们的身口意 第六念布施 帮助众生离苦得乐 苦记贫穷 所以外在一八条戒律约束其身口 第一 不杀害众生 第二 不偷盗 第三 男女之间全断淫欲 八广灾界这条力量最大 所以如果你把男女淫欲心断除掉 那多解脱自由 从外在的行为由外而内 所以乃至第八 离非时时 过午不时 所以晚上肚子饿 大家断除淫欲的观念 所以由是身口意三叶道清静 成为初离世间轮回的正因 解脱生死之根本 各位 今者 一一文字于 国人如法 并受佛 如法受其 为六道众生 为六道众生大家大慈大悲 为他们做供养 所以 供养的目的呢 是一种 对三宝的绝对的信心 跟恭敬 万法都从相信来 如果你没信心呢 就没办法 那进一步呢 供养的目的呢 就是要断除自我的贪心 对财务的执着 哪一天 你要带一个法师说 法师 你看到这种厨房 有 供养力 不错 不错 对 供养力 这样子了 那各位要有这个 发心了 希望哪一天 有这个发心了 供养 更是跟诸佛菩萨一样 承担了众生的苦 我们要为众生 而主大供养 天经吃 一清七情 诸佛菩萨 武功菩萨 慈悲降临 受我等 为六道友情 为曹音士所有军人亡魂 为现场所写 往生排位友情 参加人等 冤心再主众等 做大供养 愿诸佛欢喜 护法加持 门神开恩 领男女孤魂 同来道场 同享功德 恩阿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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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佛事里面 就要请门神要开恩 不然他进不来 因为我们把四方法界 谈成方法界 希望他们进来 门神开恩 他们就可以进来 各位每天要在家里的佛堂 我要到你家来 欢喜吗 高兴啊 所以你要这样供养 你供养诸佛菩萨就降临 那降临干嘛 因为我们要大慈大悲 去帮助受苦的众生 因为我们的心态就成为那个连接点 诸佛菩萨的功德 透过你这个信心 这个力量 去帮助那些受苦的众生 就像政府现在拨给你五百亿 太好了 我拿这五百亿赶快 所有穷人 我把钱给发出去 所以你拿到五百亿那种心态 那你要经常要去供养 求佛的加持 所以求武功菩萨的加持 那这个力量很重要 修行不能活在自己的心态 我干嘛 我干嘛 那你通通在我的情况 所以修行 诸佛菩萨在想什么 诸佛菩萨的目的在哪里 众生需要什么 我们是中间那个点而已吧 所以就像把别人的书写拿过来 不是自己要用的 一滴也不留的 去帮助那些需要写的人 那永远就保持在这种 念一下菩提心 空性 大悲心 随时保持在这种 皈依三宝的心态 所以念佛念法 念神就这个意思 念佛发菩提心 念法就无我的空性 念神就大慈大悲 所以 那你要随时一只相咬 一杯水也好 都在上供下食 所以透过我们今天手 八观再戒 把诸佛菩萨的力量 就放在你的身口里 然后去帮助所有的众生 透过你 这个就是灌顶真正的意义吧 所以一个人念佛 在一艘苦难的船上 一个人念佛 所有的都得救了 那所以我们很重要 我们懂得修行佛法的人 乃至我们发菩提心 受菩萨借诊 我们就是那个 佛菩萨跟众生苦的连接点 这样你就可以转化众生 进化众生 所以为了如此 我们天天必须上供下施 天天必须这样观想 乃至你在车子上 你不会念很多也好 你一直在上供下施 一直在融入 让自己保持这样的圆满的状态 那你保持这个圆满状态 你自然开智慧 有些人修行的没进步 开不了智慧 为什么 那天开门钥匙忘了 明天又忘了 后天 佛法对他一点都没用 为什么 因为他没有用佛法 在他的内心里面 佛法像一个消炎药一样 一吃下去痛就没有了 那你要 你要这个法要入心 如果佛法你没有入心 就产生不了你身口意的改变 也产生不了对环境的改变 所以真正发菩提心 可以较长河为疏弱 把整个大海都变成牛奶一样 那你只要发菩提心 你就跟佛的心 十方诸佛的心合在一起 你只要愿意发菩提心 凡夫一只小老鼠都可以发菩提心 有情众生一个鬼都可以发菩提心 所以但是我们也希望对方发菩提心 你不发菩提心 你的冤心在主就感动不了菩提心 超度冤心在主最好的方法 就是维持菩提心 你一离开菩提心 又来找你了 那个超度完那个来 那个超度完你永远超度不完 你永远被动了 为什么不主动呢 主动安坐在一个菩提心的状态 来一个超度一个 只要他接触你的心 接触你的身口意 接触你的戒律 我们各位身体守的戒律 碰到你身体 他超度 所以如果你认为你冤心在主很多 多胎胎也没超度 主心也没超度 那你就守七天八万灾戒 四十九天八万灾戒 这样精进 在守八万灾戒的时候呢 来诵经 来修功德 然后靠到你身体都超度了 他根本住不了身体 因为你在帮助他 不是来把他赶走 这个永远 要如此 所谓空性 他就让我们跟所有众生 地方都产生连结 所以各位 恒春是不是我们家 对啊 所以所有的友情是我们父母啊 是啊 所以要有这个连结 那这连结最好的方法 就是对他慈悲嘛 所以我们觉得诸佛菩萨 一直在加持我们 所以我们供养嘛 这是一种连结 人不能只想我自己的儿子啊 我的房子啊 我的身体啊 那你活在这种 我职自我重心 那是痛苦 非常痛苦的 每一间寺庙都是我们的寺庙 所以呢 每一个友情都是我们的对境 要对他慈悲的对象 所以各位不要把道场 放在某一个地方 道场是在世界 是在众生的心上面 所以要让你要发这个广大的心 然后消除这种自私狭隘的心态 所以关心一切 所以各位从今天开始 昨天你去过草英寺了 从今天开始 每一天做任何修行 都意念到草英寺 好不好啊 由草英寺而衍生 所有战争死亡受苦者 所以你要抓一个点 由这个点衍生为一切了 你去过屏东的屠宰场 我们的屏东看守所旁边了 所以那所有被杀的猪鸡 鸭海鲜 都是我们的责任了 所以他们在被杀 我们很苦啊 所以我们要为他们精进 不断地广修功德 以圆满的悲心 普提心广修功德 来回向给他们 转化他们的身心的痛苦 为了转化他们的身的痛苦 夜暴 所以我们不失 我们做种种的烟共放生 但是为了转化他们心的痛苦 那各位要用你的心哦 如果你的心烦烦恼恼 没办法度众生的 所以我们要用心感染 感动他的心 如果你的心在净土 他就感受到净楚的伐喜 马上他不得不往生净土啊 所以念下来 心在极乐 心在净土 爱撒娑婆 爱撒众生 你要保持在这种状态 为了自己 为了众生 你要保持在这种状态 学佛没有高跟低啊 所以也不能有法治 我读了很多佛经 不见得你心在净土啊 因为你有一种分别嘛 那就痛苦了 所以是当下最重要 当下保持在一起念佛 都可以 那这样呢 因为不得不如此 因为众生都在黑暗 只有你手上拿着一个光明嘛 只有你的心在光明 他们看到 黑暗看到光明 一定走入光明 你要度众生 你只要亮起来 所以念下 你亮起来 世界就亮起来 众生就亮起来 所以为了帮助世界众生 你要亮起来 保持在菩提心的状态 空性悲心的状态 八观灾界的状态 所以如果没有赶快进化 这个叫忏悔 忏悔 时时刻刻要忏悔 你又起心动念了 你又想到过去的恶业了 或是最大的忏悔 来 愿待众生求忏悔 愿待众生 承担众生恶业 别人造恶的业 我们来承担 我们来替他忏悔 我们不可能要求对方忏悔 但是我们来替他忏悔 所以明天你要去见某一个人 现在你就要替他忏悔 替他修功德 明天他就不会障碍你 会障碍你就是我们欠人家债 业没有消除 不是外境的错 是自己内心的问题 所以要努力天天的去忏悔 各位也要注意 不要凸显自己 像我被拍照被摄影 那是很痛苦的事情 没办法 因为我只是为了弘扬佛法 我这个人不喜欢出面 不喜欢上台 不喜欢讲话 而不是说我很喜欢讲话 那只是为了佛法 为了众生 不得不如此 但是各位要一直记住自己 喜欢拍照的人要注意 这个磨 你不拍还没事 一拍磨就找你 冤青在主 终于 上一辈子他砍我的 就是他 所以你越凸显自己 磨也找你 所以我们要记住 一切都是为了众生 没有自己 没有自己 这样去 比如说 你喜欢念阿弥陀佛 你在表现你的声音 磨就找你 你不念没事 念了你就病 因为你不是在 在庄严佛法 而是凸显自己 利用佛教 来凸显自己 我盖一个寺庙 哇 这是我盖的 你有这个我 磨就找你了 寺庙是你的哦 磨就找你 你有占有欲 磨就找你 所以我常跟很多佛教徒讲 你做了会长 做了什么 你认为这个是你的 你就完蛋了 磨就在等这个机会 马上你就得癌症 你会寺庙盖好 还没干 你就得癌症了 所以 千万要记住 一切都是 只有众生 没有自己 一生起自己的想法 你马上要忏悔 不要怪别人 马上求忏悔 要如此 各位在武功市 发个愿好不好 爱抽烟的 从今天不抽烟 爱漂亮的 从今天不漂亮 爱生气的 从今天不生气 这个才叫忏悔 诸佛菩萨做证明 忏悔 改变自己 决心发誓 改往修来 你的毛病是什么 问你隔壁的最知道 谁谁念 爱生气 病毒 等等等等 一大堆问题 心态狭隘 嫉妒 脾气暴躁 等等等等 那各位要 决心要改 所以决心要改 你才可以得到法 所以更务在座 诸二业 特别深口意的 十二业 不要让它起来 所以这样 你也可以感动 你的冤心在座 这冤心在座 就是你 你起的这个念头 那它就来了 业力就来了 你没有这个念头 它被你超度了 所以一切都是 心念招感过来的 夜感 什么人生 什么儿子 什么心态 招感什么环境 我们的心 创造天堂净土 我们的心 创造癌症 伤恶道 痛苦 心态 所以这个心态 你要 时时刻刻 要断除负面的心态 负面的语言模式 负面的身体行为 自己知道自己的问题了 当然更要替这些 被砍杀的 被淹死的 被杀死的 所有的孤魂 动物 王魂 带着他们 一起来求忏悔 站在菩提心 所有众生犯的 都是我在犯 众生就是我 所以他的快乐 才是我快乐 他痛苦都是我造成的 所以站在菩提心 不要想到自己 一切都要替别人忏悔 也不要想到对方的错 前面的法师不好 这个是不好的心态 因为他的不好 就是我们的不法 他非即我非 若见他人过 那就不好修行了 所以一切都是 自己的过失 所以要消除众生的恶业 承担他们的 种种的痛苦 所以当愿众生 所以所有友情 因为没有归三宝 所以轮回三有 伏伏成成 来自堕落恶道 所以我们 愿带着 所有的众生友情 特别今天 在阿弥陀佛的 功德加持 愿他们都能够 归阿弥陀佛 归一切佛 希望我们归一以后 得到自己 持戒的戒体 好好的持戒 就有持戒的功德 来自理立他 所以愿所有的众生 名叫武德 在武功事里面 大家学习武功菩萨的德行 所以他们叫武德 那各位各有各自的法号 那愿他们归一以后 能够马上离苦 精进修行 每天我们都要归三宝 特别大称的归一 自归佛 当愿众生 提解大道 发菩提心 每天想的是 所有众生 都能够归一佛 而找到自信 发菩提心 所以我们要观想 引导 引导 无量无边的众生 来归一三宝 受戒时间短短 发愿敬畏来即 所以发愿的功德 最大 来自我们受戒的功德 来发愿 会往昔过去 所有阿罗汉 都是他们在做供养的时候 发愿 那因为他发愿将来 能够遇到佛正的阿罗汉 所以呢 他就会遇到未来佛正的阿罗汉 往昔所有佛 在佛前做微薄的供养 但是他们的发愿 将来也能够成佛利益众生 就这样被受戒将来成佛 所以任何事情都要发愿 这是我们菩提心 那各位今天到五宫寺 来受保管载界 除了发愿普渡众生 将来要做五宫寺 来自恒春镇 最有力量弘扬佛法的人 好不好啊 要发愿 所有军人往生者 我们要给他超度 所有动物死亡者 我们要超度 希望各位将来成为一个大地主 哇 里面可以救两千只牛啊 救两千只猪啊 你成为一个大地主 所以要被杀的鱼 你能够救 所以各位今天你发愿说 将来成为一个非常富贵 来自有钱的人 可以盖死所老人院 那你发愿 会不会满怨 一定会满怨 但是万一你有钱的不做 那你就开始痛苦了 因为你发愿 这个钱不是为了享受的 但是往往有钱以后啊 那如果愿力不够 或者因缘不好 这个钱就让 变成一种福报 而伤害你了 所以各位一定要发愿 这个愿力 这个愿变成利 叫愿波罗蜜 利波罗蜜 能够让自己真实的去 不断的去帮助众生 所以希望世界各地 都像武功师一样 佛法兴盛 感谢各位来抽抽场子 这么多人 对不对 当地很蠢人 赵亚手 今年阿华菩萨 就靠你几个 靠你这六七的 那边那边那边 所以说外面跑来床 所以佛教不兴盛 能怪我们吗 所以各位要发愿 度 想必我这辈子 来武功师出家 一定过去有愿 也发过愿 不然呢 也不会来 所以啊 希望下回武功师 有更多法师来 所以有更多法师 能够来武功师来发挥 所以我很惭愧啊 做得不好 太忙了 那我们因为 我们比较忙 太忙了 这边有很多居士来帮帮忙 但是 当然武功师能够有更多的 正法的出家人 那比较重要了 弘扬佛法 有的弘扬佛法以后 他们说武功师要盖 要盖 有正法 有人在盖 更好吧 不然的话 大家忙一件事 意义不大了 寺庙很多很多吧 所以刚刚我去公园 还看那个什么 明明什么事 我会有蛮大的 不知道有没有出家人 所以现在 有菩萨比较重要 出家的 比丘比丘里 在家的菩萨 护持三宝 比较重要了 所以想尽办法 推动佛教 在社会上 更重要 如果 当然出家人 坐在里面 安安定定的 没有推动 那也好可惜 所以要想尽办法 要发愿 这个愿就能够 我们修行 就要发愿 虽然我们是发菩提心成佛 但是对于现前的这些事物 你要真的在动 而不是说一个空虚的愿 愿成佛 什么都没动 什么都没有力量 那这样变成打空包弹 没意义吧 要实际的行为 要能够对周遭的人事物 产生助用 要如此发愿 所以各位经常来参加法会 是很好 但是你也要发愿 承担某一部分 众生苦的工作 不能只光参加法会 参加完就回家念佛 那不叫菩萨道 菩萨道是 你要承担哪一个工作 而且越多工作也好了 所以你要负责到 市场旁边去发佛书 拿东西跟人家结缘 你要承担几个意愿 医院的这些 助念的工作 为生病的人 你要这个医院都是 你要经常去帮忙 往生的朋友超度 活的人身上冤心在住 你要很努力 到处的市场是你的工作 他们一下班 市场说你要 去那边撒净水 那边撒甘露 再做点烟供 每天的死亡 你要负责超度 要有这个 出了一个菩提心 但是怨高 但是行如沙 一步一步的在你的 邻居左右周围 要把他做完工作 因为各位懂了很多 你自己了解的方法 要去实践 所以如果受八戒 而不发怨 功德比较少 所以我们的修行 各位的修行 要修万行 种种利益众生的 然后再成就本怨 所有的好事都要做 所有的菠萝蜜都要圆满 而且不执着的 三轮体空的 回向给众生 回向成佛 这才叫福慧圣业 成佛 那除了发这个贡愿 无称大悲 普度众生 那各位在实际上的生活上 在你这个社会环境上 你要承担 你要发愿自己去做 真实去做 而且引导更多人去关心 去实践 这样我们社会才会进步 是如此 所以凡任何善业功德 都以大悲心 普利心做 在做的过程里面 就来消除我子 很认真的去做 最后呢 所有功德 会向法界众生 同德成佛 那如果你问说 那你要求什么 造成佛道 有佛的圆满的智慧 这是最重要的 所以当然最重要 也让所有众生 都能够成佛 念佛念佛 不管你在念什么 要很专心 要融入 不然你心性不会改 不能在嘴巴念而已 不能在外表拜而已 而是在那一刹那 至少要今天一日一夜 保持这个正念 然后你才会慢慢去体悟到 佛法的根本在哪里 不然你的外表的眼神 都不会改变 因为你这个 插边球一样 都没有进入 进入 所以各位要很真心的 就像很多人念阿弥陀佛 念一辈子都不想 往生极乐世界 为什么 房子呢 钱呢 我的儿子呢 他的念头都挂在那个地方 大部分都挂在那个地方 所以各位修行 没有错 你现在得癌症 但是现在在念阿弥陀佛 这半分钟也好 这三个四分钟 很专心 阿弥陀佛 观想极乐世界 那时候你发觉 我怎么忘了我得癌症 而且这个力量就可以消除得癌症的业了 超多癌症的运行在主 因为那个时候 你是保持在一个 念佛应该有的这种清静 平等 慈悲的状态 因为这个状态 就像打点滴一样 那个苦就不见了 就净化掉了 千万不要把痛苦挂在心里 在修行 所以你是皇帝也好 你是罪犯也好 不管 这个时候要放下 因为我这个时候在念佛 那你才知道说 念佛比我做皇帝还重要 所以那个时候你要超越 八幻灾界也是这个意思了 要很认真的在 深口意在法的修行 然后呢 在慈悲 那个时候要放下 今天你 你被人家抛弃了 捣钱了 你心情很不好 当然很不好 现在你在老人院 你不能想这个 你这个时候是专心的 帮助老人 帮助老人 也不要把佛教 当做一种交换 我去帮助老人 希望我钱拿回来 有所求的去拜佛 那对你也没帮助 因为你在想的是你的钱 你的事业 然后那我去念七部地藏经 看能不能就 就生意就做到了 你的动机是这样的话 那就很可怕 因为你就得不到法 因为我们送地藏经 就是送地藏经 回向给法界众子 那你这样的福报 就可以消除一个业 就可以满所愿 所以八幻灾要 要专心在修行上面 而不能有一种交换目的 来修行 所以要勤修六念 谨护八支 那这样 夜烦恼习气 自然不见了 你不用去求 你要很专心的 在这样修行 这些夜烦恼习气 没有了 命运就改变了 纯善本心 自然开朗 就看到自己佛性 各位 如今已得 如是功德 这个时候你都忘了 你欠人家债 等一下门口有人要杀你 你就是专心 专心 最后得到这个功德 再回向你 就好了 先回向法界众子 自然你那个事情 就超越了 就超越了 不可思议 但是千万不要 这三四个钟头 还想到那个事情 还在意念那个事情 就像你前面做了一个 你偷偷很喜欢的 爱的男人 那你就念头 转不出去 那你还羞吗 这个时候你要放下 那你换个位置好了 前面有一个很讨厌的人 你也要放下 不然你要做早课 哭哭哭哭 我走我走 你也好 然后你 你做不了 你就换位置 然后你就烟针会苦 要么就爱别离苦 随时在这种痛苦的状态 那你就修不了心 各位要记住 如果小和念 小和尚念经 哭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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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又有红包 哭哭哭哭哭哭哭 然后你是为了红包再念经 这叫感金颤 对你一点帮助都没有 所以我们就是说 哎呀众生好可怜 所以我现在专心做地藏王菩萨 你因为悲心 所以我专心念地藏王菩萨 完全融入 最后回向他超度了 但是你专心就对了 那这个专心 那就有这种悲心自然流落 因为地藏王菩萨就是个悲心 一己一切的 不是光某一个对境的 而是所有受苦六道的 你自然就生起这个 对六道的悲心 生起了地藏王菩萨的愿力 所以要这样 清净八戒哉 那各位你得到这个功德 那就好好的保持正念 这个时候不要紧到 最圆满了 最后你再回向 站在菩萨道 我们这样的这种悲心 以清净心 所修悲心的所有功德 是要回向给众生 回向成佛的 护持生命电视台 就有如在护持十方三世 一切佛法森三宝 所以期望各位把生命电视台 所听到的叫法 运用在您的内心里面 达到无我的空性 达到慈悲利益众生 更要随时收看 随时护持生命电视台 就是护持三宝 护持账号 1996-5232 1996-5232 护名生命文化基金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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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